你们肯定没见过 一拳超人也会有如此猥琐的一面 作为一个现代特种兵 此时的他们正身处几百年前的冷兵器时代 这一切还得从前一天说起 经半岛南北双方高层秘密协定 由双方军方的共同协作下 最终研制出了叫震天雷的核武器 但由于消息被泄露 美方严厉批评了半岛双方 并要求向美方移交震天雷 北方少壮派军官江少校对此十分不满 为了阻止震天雷被移交 在南北告别晚会召开之际 江少校带着四名属下 挟持了来自南方的核武器科学家金姐 并带走了震天雷 此消息一出 来自南方的朴少校带着一众精锐 立刻在各部门协助下 展开了追捕行动 老江这边走水路离开时 因为发动机故障 不得不人攻华甲 这也让老朴顺利追踪到了他们的踪迹 秉着和老江相同的理念 老朴并未立即开火 谁知 悄悄就位的另一支北方部队 却直接对老江一惊人一通乱射 此时半岛上空突然出现异象 周期围433连的一颗彗星 刚好经过这里 当金姐被吵醒时 赫然发现 双方人马竟穿越到了古代战场上 看到大批士兵朝这里冲来 大圈下意识扔出去一颗手雷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身着奇装异服的南北士兵 顿时被围在中间 种种诡异事件 让长矛神色冷峻地下令撤退 他们前脚刚离开 天色渐晚 暂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的他们 来到一处山洞斜角 越想越气的老朴 认为这一切都是老江的错 金姐打断了两人的对峙 认为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先找到震天雷 这时一个神秘人悄悄出现在附近 等到半夜大家都睡着后 神秘人开始行动 绑好大家的腿后 翻出两包从未见过的巧克力 最为回报 顺手帮金姐挠了痒 在帮大春摆正脑袋时 跟众人反应过来前 神秘人提着他们的武器袋 逃之夭夭 为了逃跑 还顺手将武器袋丢在了树林 几人从凌晨一直追到了日上三竿 最后大春一个起跳 将神秘人扑倒在地 北方士兵阿昌 顺手将搜出来的手雷藏起来 却被神秘人贼喊捉贼 就这样 倒霉的三人被当地捕快 当成了小偷 一起被抓了起来 当听到那个神秘人叫李顺辰时 来自南方的大春 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李顺辰坚称自己不是小偷 可牙翼却坚称 他们三人肯定是北方游牧民族 在阿昌的身上 刑防大人搜出一个手雷 刑防大人此时充分发挥 好奇宝宝的特质 为了不被炸成灰 大春承认自己就是游牧民族 顺便还把李顺辰拉下了水 就这样 三个倒霉蛋被关在一起 等待明日斩首示众 就在他们以为命不久已时 在马叔的强制手段下 李顺辰被迫离开了监狱 却拒不交代武器袋的下落 就在马叔要言行逼供时 被赶来的老朴赫之 原来根据种种线索 他推算出 眼前这个叫李顺辰的落魄男人 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顺辰将军 很显然 北方的教科书上并没有教历史 等众人聊完 李顺辰早已逃之夭夭 回到了暂住的破烂房子 谁知一觉醒来 这群奇怪的家伙早已跟了过来 还似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在他的怒施下 老江表示 自己只想找到武器 而老朴 也一口一个将军的叫着 让他不要担心 大家不会伤害他 故意放他走 只是想有个欺身之所而已 李顺辰不理解 为何要用这只奇怪的毛笔 写下自己的名字 老朴则心满意足地 将亲笔签名揣进了兜里 为了让李顺辰早日成为 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 老朴对他展开了军事化训练 但李顺辰似乎并没有 他想象中的厉害 帮助我 起 着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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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车达不容易有趣 就马上进入了 与南方士兵与偶像亲密接触不同 此时的北方士兵们正忙着寻找核武器 他们以自己时空穿越的地点为半斤 向外进行地毯式搜索 只是寻找并不是很顺利 被偷走的武器当然没有被扔进核中 而是被李顺辰藏在了山中的一棵树下 一个路过的女孩看到了这一幕 得知她的家人都被北方蛮族杀害 李顺辰将巧克力送给了她 殊不知 女孩在她走后 把埋起来的枪 当成好吃的给挖了出来 这一幕正好被蛮族派出的探子目睹 另一边 曾有顶级催眠时支撑的马叔 只是听了个鬼故事 就吓得魂不附体 接下来的日子里 这群来自现代的人 似乎也开始慢慢适应了古代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根本无心打仗的李顺辰 开始倒腾起了走私人参的勾当 还被老朴等人发现端倪 一把火烧了那些藏着人参的竹子 李顺辰痛惜不已的同时 老朴也对李顺辰如今腐烂的灵魂甚是失望 究竟李顺辰对未来一平 就在李顺臣对未来一片迷茫的时候 一个略懂历史的士兵告诉他 李顺臣将在四年后考上武将 并成为将军 但他自己却根本不信 蛮族人将李顺臣抓了起来 当众狠狠鞭打一番 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 你们用的是从哪里来的 直到看到这群人对老百姓滥杀无辜时 李顺臣那藏在灵魂深处的血性 被彻底激发 晚上 马叔等人潜入蛮族人的部落 打算营救李顺臣时 竟意外发现了震天雷 一开始还顺手干掉了首领的儿子 根据时空的延迟以及各种推算 金姐惊喜地发现 还有一天就是彗星路过地球的日子 或许他们就可以成功回到现代了 第二天 众人为死去的士兵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李顺臣也带着村民 将藏起来的武器全部交还给了他们 在李顺臣及一众村民的恳求下 老江答应帮助他们对付蛮族人 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加入其中 老江打算先对村民进行一番军事化训练 老朴却对他的擅自作主十分不满 两人为此大打出手 李顺臣的出现叫停了这场内斗 在他看来 同一个民族就应该同心协力 不愧是民族英雄 李顺臣很快制定了作战计划 打算打蛮族人一个措手不及 而这也是他以后在明两海战时用过的战术 就这样 大家共同朝着目标而努力起来 金姐发现核弹倒计时的速度加快了 这意味着彗星已经越来越靠近地球 金姐打算带着大家赶往彗星经过的地点 一起回到现代 否则可能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 然而老江却提出 自己决定留在这里帮李顺臣 可仅凭他一人 必然无法对抗强悍的蛮族人 为了不让李顺臣白白死在这场复仇之战里 老朴将其打晕后 找人将他送回老家 然而就在所有人做好回家的打算时 阿昌在得知江少校主动留在这里后 将核弹按钮交给马叔 让他务必护送金姐回去 又把挖刀的古董丢给了财迷大春 接过马叔手里的武器 头也不回地吩咐战场 然而最美的逆行者又怎么少得了大春 他嘱咐金姐把一袋古董交给他老婆孩子 接着扯下自己的名牌 选择了留下 与此同时 李顺臣也反绑了送他的村民 和老江站在一起准备迎敌 满族人的先头席兵已经赶到 兄弟们也都回来了 下一秒 老朴也骑马赶到 然而 正面战场还没打响 护送金姐的马叔就差点丧命 他拔掉斧头奋力推走金姐的船 转身走向了千军万马 与此同时 正面战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决战 首先迎接满族人的是路边的定向雷 然而这种大面积的杀伤 并没有有效的下阻蛮族人 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 敌人的杀似 好 救命 这场殊死的对战下 阿昌和大春先后死在了敌人手里 老江也迎战骑兵时被砍成重伤 最后死在了长矛的长刀之下 这下也彻底激怒了老朴 随着长矛的倒下 满族人的首领姗姗来迟 而这一次李顺臣的眼中则毫无聚色 与此同时 一身剑子肉的马叔也结束了水中大战 作为配角的他 却也难逃一死的命运 就在金姐要惨遭不幸时 彗星过来了 他终于成功地回到了现代 并顺利停止了核弹的倒计时 阻止了危机 至于选择留在古代的老朴 则成了李顺臣将军身边的议员得力大将 参加了著名的明良海战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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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在朝鲜有个叫龙刚部队的特工组织 十几名教官训练一个人 只有精英中的精英 不到3%的人才能存活下来 而这个叫东哲的人就是其中一个 成功度过整个地狱般训练阶段的他 随即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专门打击恐怖分子和军火商 夺取战争武器 这天东哲被国际刑警盯上 然而如此神话般的男人 还是在2009年的香港发生了滑铁路 当时韩国得知朝鲜龙刚部队 走私武器的情报后 派出反间谍部队秘密登船缉拿 却被侦察能力极强的东哲 来了一记调虎离山 武器也早已被转运走 东哲仅凭一己之力 就拿下了韩方的参战人员 最后只剩下了这个敏大笑 其钱包里一家三口的合影 让即将当爸爸的东哲动了侧影之心 二人从黄昏一直对峙到夜幕降临 东哲最终还是放了他一条生路 很快 东哲违抗命令的事就被领导人知道了 曾为祖国立下汉马功劳的他 成为了卖国贼 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东哲在一轮轮的迫害中逐渐放弃了抵抗 可当看到逃亡到韩国的妻女行踪被发现后 东哲顿时爆发了强烈的求生欲 在被处以绞刑时 施展出惊人的爆发力 与此同时 东哲七女身处的收容所 正面临一场血腥屠杀 等到从朝鲜逃出来的东哲找到这里时 此地已经沦为了一片废墟 妻女早已没了呼吸 后来东哲查到 杀害他们的人正是和自己同样出身于龙岗部队的李光祖 而且得知对方已经脱北后 东哲也加入了脱北的大潮 并成为了代驾司机 艰难地讨生活 阴暗狭小的家里 贴满了他这些年来寻找李光祖的线索 就算时不时被客人刁难也波澜不惊 因为东哲知道 自己活下来的唯一意义 就是为妻子和女儿报仇 与此同时 一个正在筹备有关脱北者纪录片的女记者金希 注意到了气质不凡的东哲 三番两次地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拍摄计划 却屡屡被无视 无奈惊喜只能开始偷拍 这天 东哲来到一间酒馆 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此人正是海州集团的朴会长 朴会长十几年前从朝鲜逃到韩国后 创建了海州集团 东哲刚来韩国的时候 也是做朴会长的司机 朴会长很欣赏他 因此一直没有同意他的辞职申请 并希望他能继续跟着自己 被东哲婉拒 在送朴会长回家后 二把手老宋交给东哲一张纸条 正是他苦苦寻找的李光祖的地址 三清公寓 并将离职经一并结清 东哲考虑再三后 将离职经三回朴会长信箱 无意发现满墙的摄像头全都关掉了 而此时的朴会长果然被人带上了壁器机 直到朴会长停止挣扎后 此人才将他的眼镜取下来 小心装好 然后拿起一针腎上腺素 推入朴会长的脚心 突然 东哲面不改色 轻松将杀手制服 动静则惊醒了管家和仆人 留有最后一口气的朴会长 嘱咐东哲 务必要将眼镜给埋起来后 就咽了气 大仇还未报的东哲 就这样卷入了一场阴谋之中 此时的监控车内 情报局局长金士浩满脸阴狠 派出警方进入朴会长家中查看 一进来就反锁大门 并试图抢走东哲手里的眼镜 为了不惊动附近的居民 金士浩下令撤退 自己随后进入案发现场 击毙了管家和仆人 就连死去的朴会长也难逃被捕枪 第二天一早 金士浩带着警察来到案发现场 并提取东哲的指纹 显然他要将朴会长的死 栽赃给东哲 利用嫌疑犯的身份 让整个韩国都替自己抓捕东哲 此时的东哲还不知道 海州集团二把手老宋 早已和金士浩狼狈为奸 打电话给老宋 告诉了他 会长把眼镜交给自己处理的事 反应力满分的他 同时注意到屋外出现了不少可疑人物 正朝这边靠近 进到屋子里时 东哲已从后门逃至夭夭 而金社浩杀人的那把手枪 则放到了他的家里 察觉到各个路口都有人把手 东哲眼疾手快坐进了金西的车 金西喜出望外 还以为是东哲答应合拍纪录片 与此同时 朴会长遇害的消息已经传遍了韩国 另一边 金世浩和高层决定 把东哲暂定为杀害朴会长的协议人 集结国安军情两局合作 共同抓捕东哲 为了能够尽快除掉东哲 当年死里逃生的敏大孝 被人从训练场调了回来 当年他是唯一一个被东哲放过的人 可自从活着回来后 敏大孝就不再被重用 而是安排到了空军特殊部队 担任教官一职 混乱中意外发生了 你抓捕东哲 你把这些都被邀 Rosli 你把这个人都死掉了 你把这个人还的 帮你把这个人都死掉了 你把这个人都死掉了 这些人都死掉了 警察里面 趁热 裸 以后 准手 盖牦 敏大校來到情報總部 為了讓小隊的其他人盡快瞭解情況 當天 敏大校就將收集到的東哲的全部資料 告知了小隊中的所有人 並立刻布局以東哲通話記錄為中心 將聯繫過的所有人逮捕回來 監視名下銀行賬戶 債務關係與活動團體及脫北者聯盟全部進行調查取證 通過一番搜查 特意藏進東哲家的兇器被找到 通過實時傳回的視頻 大家發現 東哲家的牆面地圖上都寫著李光祖的名字 很快 探員查到東哲一小時前曾見過金西的事 轉眼金西就被帶到了審訊室 老底也被扒了乾淨 敏大校沒好氣地訓斥他 名下都是一些皮包公司 就在雙方剑拔弩張時 小弟進門匯報 東哲給指揮部打來了電話 敏大校立刻趕過去 以謀殺案負責人的身份 直接和東哲對起了話 並自曝身份 把這些年來前途一片渺茫的錯怪在了東哲身上 東哲告訴了敏大校 朴会長死前交給自己眼睛的事 而倆人的這番談話 也讓通訊組定位到 東哲正處於新社洞一带 突擊隊五分鐘內趕過去 金西這時告訴敏大校 讓他一定要制止東哲 這人要找人 他們也要殺人 他們也要殺人 殊不知 李光祖如今效力的特工組織的頭目正是金氏浩 就這樣 金氏浩打算利用他 又殺送上門的東哲 而當李光祖察覺不對勁時 東哲早已在家等候多時 在殺死李光祖前 東哲起身詢問他 還有什麼臨終遺言要說的 李光祖知道有人監聽 於是在手心寫下一行字 示意東哲走近地看 當東哲艱難地衝出房間時 李光祖一帶老婆離開 反侦察小隊這時也到達現場 東哲毫不畏懼 繼續尾隨李光祖 敏大校發現東哲後 在後背做標記鎖定 指揮部隊在敏大校的安排下 分為三組向東哲靠近 敏大校在仔細觀察東哲的動向後 察覺到對方似乎並不是在逃跑 而是在追誰 在重新鎖定李光祖的方位後 東哲金蝉脫鞘 換掉外套 消失在了監控中 這時 剛才順走的李光祖的手機響了 東哲和暗殺自己的特工在人群中相遇 等到反侦察小組赶到時 東哲早已不見人影 他們則在特工的身上 發現了和自己相同的裝備 但敏大校卻並不知道 此事還有另一伙人介入 看來朴會長的死必有蹊跷 他竟只找到正在大快朵移的金蝉浩 放出了自己和東哲的電話錄音 金蝉浩只是一再堅称 人就是東哲殺的 其戴走的眼鏡 則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東西 敏大校直接亮出 在案發現場搜到的那個注射器 質問他 是不是還偷偷掌管著 由北朝鮮特務組成的北京會 不出意外 在東哲家裡搜到的那把槍和上面的指紋 似乎驗證了東哲就是凶手 但敏大校卻持懷疑態度 畢竟這不是東哲的刑事風格 与此同時 敏大校在一份一級親密文件裡查到 東哲香港一戰後 在朝鮮遭遇到的種種不公 以及李光祖被派去殺害其妻女的事情 疲憊不堪的東哲在衛生間裡醒來 李光祖寫在手心裡的話 是女兒還活著 東哲必須立刻振作起來 人群中 老大爺破碎了眼鏡 讓東哲似乎想到什麼 他再次聯繫指揮部 提出用手裡的眼鏡來交換李光祖 在查找李光祖的同時 敏大校注意到了金希的資料 幾年前的他和幫助脫北者的金牧師關心密切 後來金牧師死於李光祖的那次屠殺中 而金希根據金牧師提供的線索 在揭露情報局的不法之事時被解雇 因此金希的最終目的 其實是調查金社號 很快 東哲再次打給指揮部 詢問找人進展 氣急敗壞的敏大校 查出東哲手機位置 二話沒說 獨自一人猛踩油門追擊 無論反侦察部隊如何攔截 都被東哲設法逃離 此時的東哲換掉手機 與金希通話 讓他趕往指定地點 有東西交給他 終於 金希甩掉突擊隊成功和車裡的東哲會合 然而下一秒 看到是敏大校 東哲一腳油門快速離開 敏大校則緊隨其後死咬不放 死 Out! 死命團隊的火影 死 Neil克林 死命團隊的是門子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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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飙得一手好车的东哲 在惊喜的尖叫声中 倒车下起了楼梯 一番追逐较量后 再一次只剩下了敏大笑一人 他不断朝车子射击 试图逼东哲停下 在经过一个路口时 一辆卡车直接撞了过来 因为行动失败 敏大笑被上级部门责难 对方声称 朴会长一年前在乌兹别克斯坦 司头建立了一个军事研究所 藏在眼镜里的 就是能让防毒面具失效的化学武器 他们声称 东哲将把这份礼物带回朝鲜 而屡次行动失败的敏大笑也有着包庇嫌疑 一番赤胆忠心却被当成了间谍 敏大笑只能苦笑不已 与此同时 逃回京西住所的东西 也在各种化学药剂的作用下 取出了眼镜里的带有微缩化学方程式的胶片 并小心存放进了火柴里 结束这一切的东哲再次撑不住了 京西这才发现 他的后背中了枪 立刻找来工具 帮东哲取出了子弹 恍惚中 他看到了当年离开时还怀着孕的妻子 这份血害深仇还没报 自己还不能死 另一边 已经在高层清除名单中的敏大笑 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真相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份被隐藏的尸检报告 这才知道 朴会长在中枪前 就已经被脚底注射的大量肾上腺素 引起的血管暴力而亡 敏大笑立刻联系了自己曾救过命的两面派属下 让他想办法提取金士号的指纹 顺便把对方删掉的文件也翻一翻 不久之后 东哲损坏严重的车被发现 金士号立刻调动附近的所有警力一一排查 并在东哲打来电话时 迅速锁定了齐方位 察觉不妙的东哲立刻朝金兮家赶去 而此时的金兮已经被李光祖堵在了家里 就在同珠的大叔准备帮忙时 被同伴小朴一枪击毙 反抗的金兮也被其打倒在地 李光祖发现了藏在火柴盒里的胶片 交给小朴带走 就在他即将除掉金兮时 仇人见面凤外眼红 几个回合下来 李光祖被制服在地 原来当初同伙杀掉的只是怀里抱着米袋的妻子 而后又被李光祖抱头 虽然他保住了东哲女儿的姓米 但不久后还是被金士号卖给了一个研编人 而杀了朴会长的人也是金士号 东哲已经到手 金士号立刻下达了对东哲格杀勿论的命令 两面派下属则趁机偷偷提取到了其手机上的指纹 东哲为了不连累惊喜 开始独自逃窜 尽管如此围追堵截 东哲还是成功逃脱 另一边 敏大笑从金西口中得知了全部的真相 下属这时打来电话爆料 从金士号的通话记录中发现 他和朴会长一年前就以促进对北事业为条件 要求回报一直主动接近朴会长 一个叫青道秀的军火中介也随之进入视野 马路上逃亡的东哲再次陷入危机 趁其他人不备 抢过一辆警车继续逃窜 胜券在握的金士号命令小嫖去解决东哲 胜券在握的金士号命令小嫖去解决东哲 终于他在桥底和东哲正面相遇 猛踩油门加速转过去 计高一筹的东哲再一次全身而退 车子却因为不堪重负趴窝在了路上 无处可逃的东哲不得不直接从桥上跳入了水中 军火中介来到顶楼停车场 带着三千万美元和金士号交易 在他们看来 火柴盒里这枚小小的胶片会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与此同时 敏大孝和金西也带着视频里的方程式去找专业人士破解 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 同样得出这一结论的还有军火中介 刚刚还一脸得意的金士号被无情地赶下了车 所有人都被朴会长骗了 怒不可遏的他将电话内端海州集团新任会长老宋臭骂了一顿 不久之后金士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亮出种种证据 当众宣布东哲就是杀害海州集团朴会长的凶手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东哲也来到了现场 东哲挟持着金士号一路退到里面 面对追来的大批特警也无所畏惧 阻断一切入口后 东哲持枪对准金士号 逼问他到底把女儿卖去了哪里 一名特工突然冲出来 和东哲缠斗在一起 瘸了腿的金士号则趁机逃了出来 正好遇到闯进来的敏大笑 碍于金士号有枪在手 敏大笑明显处于劣势 但就在这时 金士号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揭露了金士号和海州集团二把手老宋 互相勾结 害死朴会长侵占集团的事 而且老宋已经认罪 人证物证俱全 金士号将赖无可赖 气急败坏的他 对着闽大笑扣动扳机 但闽大笑已经算出 枪里已经没了子弹 东哲这时冲进来 继续逼问金士号女儿的下落 金士号却偷偷解除警报 让狙击手可以对准这里 金士号继续口出狂言 在这个国家 有钱就是万能的 自己的后台可以处理好一切 接着让闽大笑击毙东哲 洗脱自己间谍的嫌疑 但这一次 闽大笑却把枪交到了东哲的手里 最后 东哲被闽大笑戴上手铐 戴到大众的面前 而两面派属下再次带来重要信息 那就是金士号联系的人贩子组织信息 路上闽大笑将纸条给了东哲 并故意停车买烟 不出意外 东哲逃走了 历经千辛万苦的他 终于循着纸条上的地址 找到了人贩子的聚集地 这里一群正在劳作的小孩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而走在队伍末端的小女孩 则被他一眼认出 一步三回头的女儿 终于认出了 是朝思暮想的爸爸来接自己了 对于这帮丧心病狂的人贩子 东哲将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部嫌疑人感情戏份不多 但没有被处理得非常干净利落 但又不失精彩的打斗场面 抢了风头 反而极大的升华了影片 这与韩国导演细腻的手法 以及孔佑本人出身温情男演员不无关系 当得知自己的女儿可能死了的时候 本来毫无希望的人生又有了期盼 但再一次被人残酷地摧毁 世界在他眼前崩溃 可他依然无能为力 后来在中国找到了女儿 妇女重逢的一幕让人泪奔 不得不说 韩国电影真是什么题材都敢拍 男主角孔佑是文能哭武能打 转型也是相当成功的 你见过这样的警察吗 有美女报案 先搭档爱演 五分钟后就提着裤子走了出来 他叫大上 别看他一副老流氓的模样 却是当地业务能力最出色的警探 他的办案能力无人能及 就连警局上面的领导都得看他眼色 仅凭一人压制着当地最大的两个黑道帮派 但即使大上再牛 也有一个案子一直困扰着他 至今未能完美地解决 14年前 广岛县有几个势力庞大的黑道团体 五十子会向维谷祖发动帮派战争 双方势均力敌 大战持续了很久 最终 这场战斗 以五十子会副会长金村被杀 维谷祖组长锅当入狱而告终 虽然事件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沉淀 但看似休战的双方 依然在暗地里斗争 五十子一直利用自己的下属组织 加古村组 不断在向维谷祖挑衅 大上为了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安居乐业 表面上长期游说于两个帮派之间 让他们维持和平关系 暗地里却一直在找一个 可以置他们于死地的绝佳机会 恰巧 最近当地一家最大高利贷公司 无缘金融的一名经理 已经失联几个月 而这个高利贷公司 匿属于维谷祖 由于维谷祖靠高利贷 控制着当地大量的产业 眼红的加古村组 势必会找他们麻烦 所以大上认为 失联的经理一定是加古村组干的 带着新人搭档日刚 来到了加古村组的人 经常出没的游戏厅 本不想去的日刚 经不住大上的激将法 站起了身 就这样 日刚开始作死了 原来大上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要以袭警罪 寻衅滋事罪 贩毒罪 等几项罪名 威胁这个叫关曲的壮汉 好让他说出那个失踪经理的下落 谁知关曲是个很有节操的混混 既然威胁不起作用了 那大上抓不抓他也没什么意义了 终究还是日刚独自承担了所有 在大上的带领下 来到一家小门诊包扎伤口 期间还没少训斥日刚的胆小懦弱 明明是空手道高手 却不敢还手 虽然大上十分肯定 凶手就是加古村组的人 但没有证据 警方也不敢贸然出动 维谷组的人本就忍无可忍 眼看加古村组的人还跑到了自己的地盘 更是开始拳脚相加 为了不让两个帮派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大上隔天一早就来到维谷组的办公室 叮嘱二把手首孝一定要忍住 如今维谷组群龙无首 这个时候选择开战的话 无疑是郑重对方圈套 首孝一直非常信任大上的为人 让小弟给了他好处废后 便请大上和日刚来到了他们经常光顾的离子俱乐部 第一次来这种场合的日刚 没少被妈妈嗓离子调戏 正当众人一片欢声笑语时 五十子带着加古村的几个小弟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也来到了这家俱乐部 对着首孝一行人一番调侃后 没少开离子的油 首孝提醒五十子 这里是维谷组的地盘 不要嚣张 五十子出声喝止了这场争端 表示自己并不想和维谷组起冲突 就是碰巧路过 听说这家店是最好的店铺 所以就过来看看而已 日刚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晚上一回去 就一一记录下 大上每天的所作所为 在他眼里 大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警 这天大上赤巨资 在无缘金融的对面商店 买了个造型独特的打火机 只是为了让老板娘 有任何情况随时向自己汇报 体验了一波金油推背后 大上带着日刚 继续去找一个叫银刺的人 这人是五十子会兄弟帮派的人 也知道很多信息 可一进门就看到 出轨被刷包的他 正和老婆干账 因为大上帮他解了围 平息了老婆的怒火 因此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消息 四个月前 加古村组曾在一间旅馆闹事 听店员说 好像他们还绑了一个人 大上去到那家旅馆后 老板却以没有搜查令为由 拒绝提供监控录像 对此 大上可不会老老实实申请什么搜查令 而是直接一把火点燃了旅馆的后院 趁着店内人员纷纷跑来灭火 大上和日刚则趁机潜入旅馆 拿到了监控录像带 回到警署内查看录像 确认被绑架的就是那个失踪的经理 而以关取为首的四个加古村组的人 也拍得清清楚楚 虽然案件已经取得突破进展 但日刚越来越看不惯大上的做法 纵火偷盗 私闯民宅 接受贿赂 这些违法乱吉的事 足以让大上牢底坐穿了 但大上却不以为然 自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夜里 加古村组成员吉田 来到了李子的俱乐部 对他上下其手 这让一旁目睹全城的小男友阿龙坐不住了 趁着吉田一行人离开时 抄起家伙就要报仇 但因为势单力薄 转头就迎来一顿暴打 开枪的声音 正好被在贩卖机买酒的日刚听到 刚好小巷里窜出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日刚立刻把腿就追了上去 一般努力之下 这名来自维谷组的人就被抓了 可等来的并非夸奖 而是大上的一顿臭骂 因为此人是去替被杀的阿龙报仇的 接着 大上马不停蹄赶去加古村组 让他们给个说法 不然维谷组今晚上一死一坐牢 定然不会罢休 但加古村组的态度非常强硬 坚称兄弟们今晚一直就没离开过办公室 细心的日刚还是发现 加古村组好像最近少了几个人 隔天大上去监狱看望了维谷组的老大 劝他要忍住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 他会和首校一起扳倒加古村组 但首校却因为大上越过自己 去找了老大十分不满 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不想再坐以待毙 明知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 但大上丝毫不慌 直言自己编也会编出线索 殊不知 这一切全被日刚录了下来 原来日刚是监察厅 安插在大上手下的一名探子 他把最近收集到的这些 关于大上的证据 全部交到了监察官的手里 这些证据足够让大上停止处分 但监察官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他告诉日刚 大上手中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日记本 什么时候能拿到 就什么时候把日刚调回总部 不仅如此 大上还极有可能是14年前 杀害五十子副会长金村的凶手 如此炸裂的信息量 让日刚顿时傻了眼 另一边 李子为了给阿龙报仇 故意约了吉田去一家酒店 就在吉田准备一盏雄风时 突然闯进来的大上和日刚 差点让他小脑萎缩 转眼 吉田就被手铐靠在了床上 既然拒不交代失踪经理的下落 大上就要放大招了 大上亲自操刀 终于逼问出了经理的下落 原来加古村为了得到维谷组的地盘 悄悄地盯上了维谷组的高利贷金库 逼迫经理交出所有的钱 否则就小命不保 无奈之下 经理打起了总部金库保险柜的主意 这家来自广岛的白色信金的高利贷 竟然是五十子的产业 这相当于偷东西偷到帮派老大家里了 为了向五十子有个交代 经理被暴打了一顿 又是吃猪粪 又是切小纸 准备以此来赔罪 谁知老大那边却要求 直接以命相敌 就这样 经理被杀了以后 就地埋在了养猪场 大上和日刚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对于大上这种逼供手段 日刚已经忍无可忍 这不是一个正义的警察 应该做的事 至于14年前 杀害金村的人是不是大上 大上并未正面回答 看到养猪场的老板第一眼 大上就凭借多年经验判断 此人一定是瘾君子 并将他扭送到了警署 关在审讯室里一顿暴力输出 再也看不下去的日刚 决定立刻打电话给总部举报 遭到所有同事的竭力阻拦 外面在僵持不下时 大上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 撬开了猪场老板的嘴 然后一脸淡定地走了出来 拿到线索后 隔天一早 金属全员就坐船出发 前往无人岛寻找尸体 杜略的火锦 杜略的火锦 陀佛 我没�ri 那日 燃 像 经过警犬的搜寻 果然找到了经历残缺的尸体 然而就在大上以为 可以以此扳倒加古村和五十子时 一个叫高板的记者 向警署署长揭发了14年前 五十子会副会长金村的死 其实是大上干的 并且拿出了一些相应的证据 就这样 为了平息舆论 只能暂时将刚拿到线索的大上 口流调查 但约定了三天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大上不能及时和首校 给出交代的话 围谷组是必然会开战的 日刚也知道严重性 独自来找首校 告诉他已经查到了关键线索 可大上的突然停职 让首校根本不会信他的说辞 眼看过了12点 被扣留的大上 拼了命的想出去 但在所有人眼中 他就是试图畏罪潜逃 就这样 没有了大上这个润滑剂 两个帮派之间 肯定就得擦出火花了 围谷组开枪的这个家伙 转头就去找了日刚自首 而日刚一回家 就看到被放出来的大上 在自己家 吓得他连忙收起了 记录大上最新的录音带和笔记本 隔天一早 大上带着日刚去医院获悉尼 希望五十子不要开战 毕竟维谷组的人也自首了 但五十子显然并不会轻易作罢 就这样 五十子答应不开战 不过得满足他三个条件 第一 围谷组要拿出三千万的赔款 第二 围谷出狱后必须隐退 第三 把现在的当家人首相扫地出门 大上带着这三个条件 找到了首相准备试试 可还没等大上说完 大呼不公平的首相 便转头离开 虽然日刚是署长安插在大上身边的县人 但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日刚渐渐发现 大上是个心地善良的警察 他希望大上可以去总部 坦白以前的所作所为 不要再在黑道中间游走 引火上身 明镜や身内の原型まで巻き込む なんて馬鹿げとります なんじゃどうして 自分は大上さんを もうそろそろ引く時じゃないですか こんな事しよったら 姉妹には大上さんが潰されます それでもええんですか 極道と関わる人は 虚平士になったようなもんじゃ 醉醺醺地走出俱乐部后 二人互相道别 日刚也终于明白了大上的良苦用心 可殊不知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大上 三天后 警署根据有力证据 抓捕了加古村组的所有成员 并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 而日刚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令人奇怪的是 这个案件最大的功臣大上 已经三天未见踪影了 日刚跑去找了银刺 怀疑大上应该是和维谷左关系不好 而被五十子组给害了 找到李子时 他拿出了一本大上的笔记 大上此前交代过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就把这个交给日刚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这本笔记 顿时明白了一切 为什么署长一直让日刚拿回这本笔记 就算收集了大上很多证据 也不敢缉拿他 原来这本笔记 根本不是记载黑道的内容 而是记录了所有黑警的把柄 甚至包括了许多县级警司的黑幕 没想到最后一页上竟是日刚 原来自从日刚来到警署的第一天起 大上就知道 他是被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线人 而十四年前 真正杀害京村的人 其实是李子 因为李子的丈夫死于京村之手 在京村想要霸占李子时 李子失手杀死了他 无助的李子唯一能求助的只有大上 为了让当时已怀有身孕的李子 能免除牢狱之灾 作为好朋友的大上 故意留下了指向自己的证据 再利用警察一职混淆视频 得知真相的日刚 心中百感交集 很快日刚就接到一则噩耗 大上的尸体 在河渠中被发现 死状极为凄惨 看着阴阳两格的前辈 日刚久久不能平静 可警方却将大上的死定为意外死亡 草草结案 从同事口中得知 大上被刺十八刀 胃里还有猪粪时 日刚立刻找去了那家养猪厂 日刚不顾威蓝里 不放过一丝蛛丝马迹 终于 他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那个熟悉的打火机 直到被工人用尽力 铁锹拍晕 日刚才停手 否则极有可能会闹出人命来 回去后的日刚准备销毁记载 大上罪行的笔记本 翻开后才发现 每一页都有大上的批语 虽然每句话都像是在批评他 但日刚明白 这都是这位前辈 给自己的针针教诲 看完这些话 日刚悲伤得痛哭不已 不久之后 日刚仿佛变了个人一样 找到银刺 准备合力 为大上的死复仇 在五十子的宴会上 他们暗中让围谷组的人进场 准备合力 警惑到银快乱 弹马 独播便 就这样 五十子死在了守孝的手里 在安排好背锅的人后 警方也适时赶到 谁知日刚却并没按套路出牌 就这样 五十子惠和围谷组一并被摧毁 署长虽然拿到了大上的那本笔记 可在看到日刚写的关于自己的那一页后 顿时怂了 答应会把他调回总部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如今的日刚 已经从青涩单纯的小蝼蚁 成长为一匹新的孤狼